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有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人必须先学习如何爱自己 才能与自己安然相处 而不至在外留恋 这句话说的没错 人这一生和自己相处的最多了 永远是自己 其实自己对自己往往是最忠诚的 若是你自己都不懂得好好爱惜自己 那就辜负了你的生命 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你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花在爱一个男人身上 或者说替他花费了很多心思 其实最后你会发现 你什么都没有剩下 你应该要知道 太把男人当回事 你只会让他越来越忽略到你 有时候你要给男人留一点神秘感 让他觉得自己拥有你 但却好像又抓不到你 你在爱情里就算是赢了 女人你应该多爱自己一点 爱那个男人可以 但他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你的未来 你的生活 还有无数种可能 需要你花时间和精力 有时候别太把男人当回事 余生好好爱自己才是关键 朋友王燕是一个31岁的家庭主妇 和丈夫结婚后 王燕就一直围绕着这个家庭在转 最终他结婚后 每次让他出来逛街 他说他要买菜煮饭 每次让他和我们一起做美容 他说他得回家照顾孩子 一个30出头的人 现在看起来有40多岁 这就是婚姻带给他的改变 他这么累 为家庭牺牲了这么多 婚姻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他老公刘向宇 是一个公司的小主管 整天15喝6的 对于底下的员工指挥 回到家还要对王燕指手画脚 说他这样没做好 那样做得不够仔细 刘向宇从来也不管孩子 孩子吃饭 上学 上补习班 全都是王燕一个人在管 结婚好几年了 王燕没有得到老公的一点疼惜和体谅 他成了男人的保姆 所以说王燕这样过日子是什么意义呢 他为之努力的家 并没有让他觉得舒适和温馨 他用心去爱的男人 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 那个男人 把他做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 他从未把王燕把它放在同一个高度 在他心里 王燕始终低他一等 是一株附在他身上生存的花 所以说女人还是不要太把男人当回事 做好自己最重要 你对男人付出的一切 可能根本得不到男人的怜悯 有时候你付出的有可能是你的时间 你的青春 可男人并没有真真正正的把你放在心上 你该对自己好一点 余生好好爱自己 你可以花点时间在保养自己上 买点好的护肤品 吃点滋养的补品 做一些放松的课程 还可以多建立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封闷自己的生活 有人要知道 若你自己都不懂得爱自己 就没有人来爱你了 你只有学会爱自己 才能有被爱的能力 男人不是你生命中的全部 他每天和你在一起 但他只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如此而已 但你不要让自己整个都被他占据了 你应该做的是找着你的位置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朝着自己想过的人生方向去努力 这样才会让你过得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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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